报道是这样说的 说白宫希望莫斯科与华盛顿的裁军举措 指的是明天奥巴马总统和梅德维杰夫总统要签的这个条约 这个裁军举措能够成为其他核大国的典范 这一期望注定要落空 他给的原因 原因是什么呢 他认为其他的国家或者已经拥有核武器 或者是正在谋求拥有核武器的这些国家呢 他们拥有核武器的原因几乎与美国和俄罗斯无关 这是俄罗斯方面的一个评论 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这可能是对的 因为呢尤其是在不一定的是在核这个领域 更多的是在这个导弹这个弹道导弹的这个领域 这并不是说呢美俄这样做法呢是毫无益处的 因为至少呢我就觉得说到大约是两百个这个国家里头呢 大约呢只有十多国家用核武器 那很多呢是因为这个美俄两国呢签署了这么一个条约 尤其是这个核不扩散条约同时呢愿意削减这个武器 那么所以呢别的国家说那好 我们呢也就这个这个自律吧 那么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以色列 那还有印度还有巴基斯坦 可能是还有包括伊朗 这些个这个国家呢可能要取得核武器 无论这个美俄两国怎么做 他们都是需要这个获得想获得这个武器的 那么那么还有 那比如说好像这个印巴两国的这个冲突呀 那么刚才呢其中一位这个听众也说到呢 有时候呢一些这个国家可能想获得核武器来平衡中国等等 那么还有这个伊朗也这个害怕美国的常规攻击 那么还有啊这个俄国也这么说 我们也不能够完全放弃核武器 那么美国因为还有嘛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 那么但是其实呢没有核武器对美国更有益 因为它呢有最强大的这个常规武器库 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刚才说的是俄罗斯媒体关于下个星期这个峰会的这样的一个报道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官方媒体也发表了一篇评论 这篇评论呢 戏谑的称奥巴马总统在做无核世界的美梦 简单的说 就说这篇中国媒体发表这个评论 认为美国是在寻求无核世界环境下的新霸权主义 因为美国自己认为其常规武器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那么说到这儿还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 这封电子邮件是这样说的 主持人你好 现在美国既有弹道导弹防卫系统又有大量的核武器 在核武器防御和威慑方面都绝对占有优势 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看来 随着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健全会越来越感到自身的威慑力的丧失 然而美国本身拥有核武器 不管数量多少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很大的威胁 导致战略格局失衡 请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美国有什么让人信服的承诺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了 您认为中国在全球核安全方面到底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这两个问题都提得非常好 我们讨论的话的确是对的 如果我们的确是销毁所有的核武器 其实美国是获益的 至少是俄国人怎么想 你想北约好像在科索沃所做的 那么比如说呢 如果你要这个防替这个 格鲁基亚这个提供防备的话 那么俄罗斯就输了 等等 那么中国呢 可能呢也像 也照着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想法 考虑到台湾的问题 那么的确是 也这么说也对 如果你看这个核形式评估的话 那么其中说到美国呢 将会保持在这个常规武器和力量上的这个优势 也就是说呢 他要做这个世界的独大 也就是说 所以在这个听众是对的 也就是说这个报告里头就说呢 美国呢 是要保持他在这个常规力量上的这个优势 那中国 中国呢 的确呢 在这个方面呢 有许多这个可以起的这个作用的 比如说这个中国呢 如果呢 加入了这个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这个时候 那么美俄呢 可能也会这个削减 但是当然是到一个程度 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呢 在中国来说 这个是军用的 一些这个核领域 那么比如说 这个我们知道呢 这个很多民用的这个反应堆呢 是来自苏联 这个俄国呀 日本呀 美国等等 那他自己呢 也出口一些这个核技术啊 那么所以呢 他的确呢 有这样的这个这个利益 不让这些个技术呢 这个误用 那么当然呢 这个美 中国呢 也帮助了这个巴基斯坦的发展这个核武器 是为了平衡印度啊 但是呢 他呢 已经停止这么做了 那么 中国的确呢 在这个方面呢 都能够发挥作用 我们还有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今天这个线上的电话特别的多 观众和听众特别的多 我们再接今天最后一个电话是辽宁的张先生 辽宁的张先生 你好 还在线上吗 好 我们再来接下一位是湖南的张先生 湖南张先生 你好 好像都不在线上了 这里有一封电子邮件 请问嘉宾 北美导弹防御系统的能力如何 有哪些国家有能力穿透 该系统 一分钟的时间 基本上呢 任何一个国家呢 只要呢 你有一些这个核武器的话 其实因为这个防御系统本身呢 比较这个基本的 那可能呢 可以呢 这个击毁一美 来自这个北韩的一个这个弹头 但是呢 中国和俄罗斯呢 却完全可以穿透 那么因为它现在还是比较基本的一个防御系统 俄罗斯好像对和美国签署这个削减核武器的这个条约还有保留 您认为明天会不会签署这个条约 会不会还有变数 会 我觉得明天绝对会签 应该是 当然它是有保留 尤其是这个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我们刚才说到 但是现在呢 它呢 这个系统本身呢 并不强大 但是它未来可能会非常强大 所以呢 俄罗斯和中国政府呢 对于这个项目呢 都是不舒服的 那这以后呢 还会继续谈这个议题 好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只能讨论到这里了 线上还有几位观众和听众的电话 我们也没有时间机了 好了 今天实施大家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 非常感谢 哈德逊研究所的维茨博士 参加我们的节目 感谢 非常非常感谢 刚才各位观众和听众的收听收看 和积极的参与 再次听请大家 除了通过短播和卫星电视 结束美国之音的节目以外 你也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用现场视频来收听 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且浏览 其他最新的报道和影像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